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這個高次方程式的根與係數 這一節的內容其實是有時候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我建議是可以聽看看 但是不建議老師把它列入一個考試的範圍 但是大家在聽的時候重要去抓住這個精神 抓住精神就是比較係數的概念 其實在二次三次四次其實不管幾次都是一樣的原理 我這一講裡面最初要期待的就是大家抓住這個概念 結論就是看你的能力可以的話就再把它吸收一下 那不行的話就是一定要抓到精神就可以了 我們先回顧一下二次的一個做法 在二次的時候我去看根與係數其實之前的原則就是什麼 手項條1然後假設分成兩個 然後把它盛開再比較係數 這是二次的根與係數 再三次也是做這樣的事情 不過這個三次要乘開就有一點累了 所以三次乘開呢 其實這三個括號在乘的時候是一個分配率的概念 我們以前學過了十字教程 但是現在有三項就比較複雜了 我們可以類似一樣的思維把它寫一下 所以三項在乘的時候就是說其實每次每個括號都要選一個 如果我們今天選到什麼 x配x配x 那就是x3 就是這裡配這裡配這裡 那如果選-1配-2-3 就是得到這個式子 但是我們也可以怎樣呢 我們也可以就是說怎樣 x配x配-3 那就會得到了什麼呢 就會得到了-3x平 就是有兩個選x 另外一個選這個常數 我們再來選一個就是說 x配-2配x 這三個乘在一起呢 就會得到-2x平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說-1乘x乘x 這樣子我們就會得到-1x平 所以透過這樣子不同的搭配 其實這是一個分配率的概念 我們就會得到了 x平方的係數其實就是什麼 這三個常數項加起來 但是呢我們平常是在看跟的關係 跟剛好是什麼 這-1它的跟剛好是1 -2的跟剛好是2 所以這時候的跟呢就是剛好會跟這個差個負號 所以我們會說2次項的係數和呢 2次項的係數其實是什麼 3跟和加個負號 這3跟和加個負號 那類似這樣的概念 我們也可以去處理一次項 但是一次項 就是基本上高中生可以不用碰太多 那就當做一個補充就好了 有興趣的就把剛剛再聽 把我們等一下講解的可以再聽清楚一點點 但這邊就是不在正常的考試範圍內 就是說現在如果我們要找這個一次項的呢 那一樣我們就可以怎樣呢 我們就可以去選一個x 但是另外兩個都選常數 就會得到-2乘-3乘x 那一樣就可以怎樣 -1配x 然後配上這個-3 就會得到-1-3x 那接下來呢 -1配-2配x 就會得到-1-2x 好 那這邊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是正的是因為怎樣 其實就是乘兩次負就負負得正 所以一次項的係數其實就是選兩個抽出來 那常數項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了解 高次方程式的根乙係數 你一定要把這個分配率了解清楚 好 分配率這概念在數學上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定要把它熟悉 不要去背 這就是很自然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成開的概念 好 有這樣的概念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一般的三次 一般的三次是我們第一步 我們其實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第一步其實就是做那個 把首項係數調成1 大家都除個a 大家都除個a 除個a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接著呢 這一步就是最重要數學 最重要精髓就是假設 對 好 那假設完呢 我們就像剛剛一樣 這裡寫123其實換成αβγ也是一樣 假設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 我們就可以去 比較係數 所以就α加βγ 就會是什麼呢 這裡負的這個 就會是a分之b 所以這一項 其實就等於什麼 負的a分之b 那這一項呢 就等於a分之c 尾巴 尾巴就等於那個 尾巴等於負的a分之b 那不要去背這個結果 重點就是 其實就是假設在展開 那為了檢驗大家有沒有清楚 我們就很快的看一下這個4次的例子 就是說假設這一個4次多像4 對 我們只知道3次像跟尾巴 那我要問4根核是多少呢 這時候的4根核 是那個 其實我們就把它展開 因為x3這裡會配上α 但是每一個都有負的 所以這裡 4根核其實就是什麼 4根核加負號就是3 所以4根核就是負3 這4根核就是負3 那4根基呢 4根基的話 剛好是負α 負α1 負α2 負α3 負α4 這4個乘起來 因為乘4次所以是正的 所以4根基就是10 就是一開始 你如果背公式很容易被這個正負搞混 但是你從展開的觀點 其實你就可以想清楚 什麼時候掛正號什麼時候掛負號 那 要為什麼要除A 就是一開始把它標準化 手向係數調成1 這邊要掌握到 謝謝